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由樹百間木屋聚集而成的小鎮 坐落在山上 要想找到它的蹤跡 必須徒步上山 經過像化學加工廠的地方 人煙稀少 加上濃烈且刺鼻的硫磺味 乳白色的石頭 所謂成的小水池 詭異的氣氛 讓不上去 不過 越是奇怪的地方 越是讓吳萱興奮 沒錯 吳萱 他有可能 只是一個集合代名詞 也有可能 就是接下來故事中 即將出現的那位 出滿好奇心 和真意感的 主角 不好意思 上山的路有點難照 好 稍微耽擱了一下 謝謝 我都不知道還有這樣一點 剛剛那個人是做什麼的 誰 外面那個大叔 給我三個詞 社區公有 獨居 還有 時間到 你不知道事情可多呢 觀察是很重要的 措施了那第一眼的三秒鐘 就什麼都沒有了 你看這張照片 你看這張照片 皮膚的皺紋很多 手很粗糙 無名紙上戴著箱子鑽石的戒指 看起來很窮困 看起來很窮困 實際上家境卻非常好 至於她 眼污凹陷 不難猜出吸食毒品一陣子了 我看 在这段期间没有什么规矩 唯一一个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不要擅自去其他地方 做得到吗 来过这里的人 都有留下他们的照片吗 我有个朋友叫张青阳 跟你上一本书里面描写得很像 取名这种事 本来就是很偶然的啊 不过你朋友的名字 很好听 这支是特地为你挑的 你有听过宠物会越养越像主人这句话吗 请爱护它 像爱护你的鞋子一样 你创作的灵感都从哪里得到的啊 身边的人 就是几乎每本教你怎么写作出上面都会说的那种 什么创作来自生活这种 那些一定没有想过 生活一层不变的人要怎么创作 重要的不是你生活里的创作 而是创造生活来创作 什么意思啊 不是我生活里的创作 你生活里的创作 你自己生活里的创作 你自己生活里的创作 但透过我一个小动作 让我有机会可以接近对方 这样擅自介入他们是好的吗 不试试看怎么会知道 从身边的人挑选素材 帮他们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 你看 出来了 好奇吗 好戏在后面 太太了吧 你相信他们是福奇吗 在你来的第一天 李叔就拿皮带想要修李他老婆 你那时候就站在里面 李太太外遇不是第一次了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嫁给李叔 但这段婚姻是被迫的 结婚不久后他们就分居了 就算是这样动手达人也不对吧 我告诉你这些不是要让你自己为事地介入他们的关系 我是要给你一些线索 让你去发展更多故事 就当做是下一阶段的练习吧 李叔 李叔 我还是给你转小声一点 嗯 来来来 扶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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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 哎呀 你也知道 也只不好处理 难缠啊 我看看 对了 这是新来的小家伙 有什么事情要麻烦他的话 再跟他说就好了 你好 我是吴小姐的新房客 你好你好 这小子长得不错看 体格也很好 应该可以帮上很大的忙 这样 你帮我把电视移到那边 你这个杀人凶手 我的人生都毁在你的手上 你太太 你要不要冷静一点啊 太好了 你没事 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快逃走 我们不能继续在这里 就像我之前跟你说过 你认错人了 我叫吴轩 吴轩 我刚到不久而已啊 吴轩是你说过的那个朋友吗 我们出去去找他 你真的认错人了 好不好 我拜托你 你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又来了 整天疯疯癫癫 我看是药效不够啊 要对你多吃几颗啊 什么 别以为你有病我就治不了你啊 我要告诉你老婆 我要告诉你的小孩 你是这种人 那些你全部做过的事情 我全部跟他说 这种老子 太久没教训你了 你逃不逃 你拼到这眼啊 你整发做的事情 每一件我都可以告诉你 都是李太太 还有你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 李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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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没事了 李太太 李太太 再再再再就好 再再再再就好 好 有点吗 李太太 没事了 不好意思 刚失太了吧 不会 你还好吧 他吃完药就没事了 来,多吃点 你不自我介绍一下吗 我叫 我 我叫吴轩 我是李清云 你好 昨天刚到吗 今年多大了 大学刚毕业 大学刚毕业 这样子的话是 22岁 22岁是很好的年纪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也是22 对不起 那你小姐住在这里多久了 缺切时间我已经不记得了 不过吴小姐把这里经营得像家一样 让人想走都走不了 这里常常会有像我这样的人来吗 我看见黑色 我看见草绿色 我看见金色 我看见天蓝色 我看见银色 没事了 我今天特地为你准备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赶快吃吧 你不失败了吗 疼 Richard 你不疑 你不疑 吗 李小姐 李小姐你还好吗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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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你到現在來這裡 你都還好嗎 什麼意思啊 快走 快走 李小姐 還有嗎 要不要喝水 你一定要搭上最後的列車啊 清陽 李人是張清陽嗎 李人是 我從他找了很久 你可以告訴我他在哪裡嗎 他累了 早點回去休息 他剛剛說的是什麼意思 你看不出來的狀態很糟嗎 他說的話你聽聽就好 他那個樣子看起來需要在醫院裡面做治療 就是醫院治不了他 所以他才在這裡休養 那你不是應該關心他嗎 關心 要怎樣讓你關心才夠 還是你希望我背負他身上的那些痛苦 這樣他的病就會好嗎 不是這樣吧 你不是應該最了解他處境的人嗎 你應該要多幫他忙啊 就像張清陽那樣 努力的把自己擁有都給其他人 我們給的就更是而已 了解角色的美寸 肌膚 毛髮 生理和心理 這就是我能做到的 你太入戲了 那些故事在完成的時候 人物早就死了 你太入戲了 你太入戲了 我太入戲了 你覺得自己很居然 那你太入戲了 你太入戲了 你只是在一起 你太入戲了 你太入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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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